大家都知道青少年是社會的未來主人翁 所以一直在廉政公主四十多年 年輕人都是我們很重要的服務對象 因為我們覺得如果年輕人能夠從小 他已經接收到這個訊息 尤其是他有一個正確的價值觀 譬如守法、誠實、負責任等等的價值觀 他長大之後就好像有一個很好的抵抗力 能夠脫棄了貪污和能夠支持我們的觀眾 從幼稚園開始至小學、中學、大學 我們都是一直這樣同學 可以說是獨身訂造一些適合去的教材活動 最重要是學生明白了、接受了 是你一個行事的規則 所以我們經常說我們的教育是要持久的 一定要有些新的元素加進去 令到我們的工作更加吸引到年輕人 吸引到不同的對象 這個一定要繼續做下去 我們來看見 我們來看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